平白让别人送上路 那可不是我吴根生的风格 最后这几步 还得靠我自己这两条腿走完 本周三一门最新情报已经更新 从漫画内容来看 吴根生在不使用神明灵 和不杀三一门弟子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惨死于三一门弟子的手下 这好像是所有人的共识一样 不管是吴根生在正道的好友 还是其他各派弟子 似乎都是这样认为的 这一话之中 吴根生的处境确实十分的危险 因为他在三一门弟子的围攻之下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了 当然平白无故的被三一门的弟子送上路 这也不是吴根生的风格 按照吴根生自己的说法 最后这几步路 还得靠自己这两条腿走完啊 吴根生这是要自己把自己送走吗 确实 以吴根生的实力 只要他不是自己找死 三一门的弟子想要送走他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吴根生现在在做的事情 好像和找死也没有什么区别吧 他把三一门的弟子叫了过来 而且邀请各大门派弟子围观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吴根生几乎不可能对三一门的弟子下死手 因为他真的这么做了 估计围观的张之为就能出手灭了吴根生 再加上吴根生还想要为左若同保留最后一份体面 不让世人发现他的神明灵 可以克制三一门的逆声三重 所以他拒绝在人前使用神明灵 在这样双层束缚之下 吴根生难免束手束脚的 这才有了上面的危机几乎被捅穿腰子 不过吴根生也不是自己找死之人 所以他肯定有自己的保命手段 毕竟他是来解决和三一门的恩怨 以及解救三一门的弟子的 而不是来送死的 而他的保命手段可能和之前被他请来的 那几名权姓的隐居之人有关吧 他们手里应该有让吴根生反败为胜的手段吧 毕竟吴根生要死也是自己走完最后几步 而不是让人送走漫画周五正常更新 请大火拭目以待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火理性讨论切勿教证